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 2020年3月 美股有四次熔斷 聽起來好像是疫情的問題 其實不是 是因為美債流動性出了問題 對 那個時候 美債沒有辦法吸收大量的資金 或者是大家的美債 交易不出去了 當它沒有辦法被交易 被轉讓的時候 大家會想說 那我們的錢應該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叫核彈機 尤其是以受險 殘險為主的 像富邦金 國泰金 因為他們的資金放 更多是在美債上 所以它才會形容 這個是一個核彈機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給各位觀眾說明了 第一個 美國的負債加拿比例是多少 那一般的國家 像我們台灣都40% 很多國家他們都是100%以下 美國是1.5倍 所以第一個負債比例高 第二個過去為什麼大家相信它 因為美國經濟好 而且資金容量又大 所以大家錢往沒有去處 就往美國放 但現在發生的問題是 它一旦違約 當大家不相信它的時候 馬上會爆發流動性的問題 2020年的四次熔斷 美股大跌 就是因為美債流動性出了問題 所以我記得好像到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又在敲那個警鐘了 說哇 美債要違約了 要違約了 結果最後呢 還是調高了那個上限 但我要問主任的是 所以最近黃金這麼強 應該就是大家對於這個 美債的信任度出現了問題嗎 黃金強 其實最近美金也很強 不是美債強喔 是美元強 當大家有風吹草動的時候 我剛說兩金嘛 第一個是黃金已經標破2000了 第二個是美元 美元最近對亞洲貨幣 對人民幣也在升值 大家會想說美債弱 為什麼美元強呢 大家要知道美元跟美債 常常有時候是敲敲板 比如說最近是 大家覺得美債會不會有在線問題 所以呢 這個時候錢會去跑到美元 跑到美元去避險 所以最近的美元還比較強一點 大家是放現金 而不是去買債 那接下來大家就在想 這個債務 接下來有可能 因為它還有幾天嘛 6月1號可能就要協商最後談判了 那那個時候錢就會用完 所以比較有可能的三種 最有可能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 最後一天 拖拖拉拉妥協過關 大家就沒事 那這種機率非常的高 大概有六成以上都是這種機率 因為從過去的歷史上來看 你就是 共和黨現在卡民主黨 就是多談幾個條件 然後能夠卡你幾天 讓你丟臉一下 但最後不敢不讓你過 因為今天不讓你過 明天政府關門 比如說美國什麼國家公園關門 消防隊是不可以關門的 他們有很多必要的他不會關門 但是非必要的像國家公園 還有一些像那些 我們以前在美國在台協會 國家輔助館也會關 還有以前美國在台協會也關過 你簽證辦不了 對 沒有 我們不要辦簽證 但是AIT以前 我記得我們台經院 有以前有時候是辦尾牙 我們每年都會請AIT的 幾位朋友來吃 那一年他們說不行 我們就沒有辦法來了 因為美國政府關門 我們現在都在休假中 我說吃尾牙也算公務 而且也算公務行程 公務行程 所以美國要是政府關門了 那你想想看 那美國那些外包商 他不是很多工程外包嗎 他也拿不到錢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說不會好事 所以第一個可能六成以上 到那個時間 偷偷拉拉但也會過關 第二種可能是在川普時期 就發生過的 那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先給你過 但是呢 我先讓你調高一點點 讓你夠用三個月 我就算你三個月應該要多少錢 我就先把你額度調高 讓你夠用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九個月再說 他就這樣凌遲你 真的耶 把問題給你往後拖 然後讓大家就會覺得 哎呦 這問題竟然沒有解決 還在拖三個月 過去都是延長三年 現在三個月 那九個月會發生什麼事 還不知道 所以大家也會擔心 第三種可能 我們剛剛說的 第一種就是到了時間 他就解決了 第二種就是延長賽 第三種就是 真的就讓你違約 也不叫違約啦 就是讓你那個時間 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就必須要 關掉幾個政府部門 然後債券被降頻 以前也發生過 那個時候對於金融市場來說 就會產生真正的殺傷 不過因為過去這些年 美國每兩年三年 他就來一次 所以我覺得金融市場 現在好像看他 好像在看猴系一樣 反正你總會玩 你總會玩出一個結果的 主任你覺得今年 或者是說今年的下半年 美國他要有什麼樣子的條件 他比較有可能朝向 這個降息之路 如果這幾個條件 沒有達標的話 美國今年下半年要降息 可以說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現在很多人都在預期美國降息 尤其是那個債券市場 很多人都很多的金融機構 現在都最近說 美債佈局時間已經到 最近都這樣講 好常看到這個標題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剛不是說嗎 債券時間越長越怕升息 對 所以相反的 如果債券時間越長 他越喜歡你降息 對 所以你現在如果降息的話 對債券市場是好的 所以最近你常聽到 什麼債六股市 債優於股 美國的投資等級債券 可以從低介入 最近大家都有很多這樣的講法 他是有根據的 因為他認為說 美國現在利率已經不會再升了 代表你的債券不會再跌 然後接下來 美國如果一旦降息 你的債券可能就會開始往上漲 這是一個好的期待 但是我們今天要特別提醒一個 就是這些投資專家沒有說的一點 對 我們剛不是說 美債跟美金有時候是反的 嗯 好嗎 那我們現在投資 你知道現在大家擔心說 美國債務上限有問題 是怕你美債違約 所以我們的錢就跑去買美金 對 所以美金漲 美債跌 好啦 過兩天等到 美債沒事了 然後呢 還要降息 然後美債就上來了 美債上來了 可是這時候呢 因為你要降息啊 去年美國是升息 把美元拱上去的 對 然後最近美債沒問題了 既安全 又上漲 美金就沒人要了 所以變成你美債漲了 你美金又跌 所以這個時候你去投資美債 好 債券本身我是賺錢 可是美金本身又給我貶值 對啊 我一來一往好像 你沒有賺那麼多啊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在評估 這個債券市場要不要投資的時候 還要把匯率算進去 你要投資的這個債券 它到底是用哪一種貨幣 去年前年升很多的 它今年還會再升嗎 去年前年貶很多的 它還會再貶嗎 我這邊眼看的意思就是日圓 你看到最近巴菲特 巴菲特五月跟他那個老朋友 一個92歲一個99歲 我怎麼加起來兩塊200歲 這兩個竟然有錢那麼好 我一直覺得巴菲特 是很幸福的人 財富 身體健康 天天吃垃圾食物 然後各位可能還不知道 他教小孩教得很好 最近在聽一本書 真的啊 他的小孩他讓他自由去發展 他小朋友沒有人在做鼓聲 去做音樂的 而且還得那個什麼 羽狼共舞的音樂獎 哇 很自由 而且他不是給他很多錢 小朋友自由發展 爸爸只給你一點 阿公留下來的遺產 大家分一分 沒有多給錢 所以我覺得巴菲特 他本身的投資理念 你看他最近賣美股 然後呢 在美國那邊減碼 比如說像台積電 還有什麼 大陸有一個比亞迪 他可能把這些股票 他覺得最近有一些風險 他把它賣掉 他跑到日本去投資 而且他在日本投資的錢 不是從美國帶過去 他在日本發展 用日本人的錢 投資他們家的股市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萬一日元 要是升值的話 他賺兩頭 對 他賺了匯率 對 然後你看他現在賺的錢 他現在不是日元很低嗎 130 140嗎 他現在是借日元 然後日本的借錢利息很低 你還是用美金 那成本就高了 日元沒有利息 你借了日元 去買日本的股票 好啦 最後股票漲了 然後你就把股票賣掉 先去還你借的錢 因為反而沒利息 就還一個本金 接下來你賺的那一塊 是日元 而且它升值了 所以你這次要把日元 換回來你的美金 因為你的錢 不是從美國換過去的 你是從日元換過來的 這時候對你來說賺量 第一個賺股市 第二個賺會差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債券市場 大家最近在注意的時候 也許大家覺得 美債是一個好方向 我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美債可能會漲 但美元會跌 那日本呢 日本可能會剛好相反 日元可能是下一個要上漲的 因為大家覺得 這個新的總裁 植田這個總裁 對 他可能在下半年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新的做法 因為日本已經無法再降 日本的利率是零利率 已經無可再降 他要降去哪裡呢 所以我們看看 美國利率無可再升 日本的利率無可再降 這兩個都已經到一個 一個是天花板 一個地板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巴菲特才會去 放掉天花板 去選那個地板 因為對他來說 目前看起來勝算是這邊最高 所以回到你剛剛在講這個問題 美債跟美元 第一個你要考慮 第二個是 美國的投資工具 跟日本的投資工具 甚至應該這樣說 跟亞洲的 你也不要一直說 我們的錢都要往日本跑 往美國跑 你想想看你台灣 當過去日元在升值的時候 台灣會不會跟 台灣也會跟 因為亞洲這幾個貨幣 日元韓元台幣人民幣 每次都一群一起升 一群一起掉 因為他們經濟情況很像 所以當日本已經走出陰霾 如果接下來日元 日元吸引了大量的資金 往日元跑 然後日本一旦鬆動 前往亞洲跑 台灣可能也會升 所以這個時候 一直覺得 美國是我們投資的下一個標的 你這時候應該想想看 搞不好 到時候人家熱錢 是往我們這邊跑 人一堆人往你家跑 你跑來跑出去 這個時候未必對你來說 是適合的吧 所以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我常常覺得最近 不管 雖然我自己是做媒體 可是你只要看到媒體什麼 現在美債是絕佳的入場好時機 然後不買美債 好像都是傻子 都是笨蛋 我反而現在 可能也跟主任 慢慢這邊聽 這邊多學 會覺得真的人多的地方 少去微妙 有很多人會說 不要輸在起跑點 問題是我從來沒有輸過起跑點 我都是沒有到終點 而且我也沒有贏在起跑點 就是還要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已經後半了 我們起跑點也沒有贏 然後我們從來也沒有到過那個終點 就一堆人過的終點 所以你看到投資 很多時候都是半途而廢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美債 因為我們最近 也聽到這樣一個投資方向 對 美債 因為美國利率看起來 下半年還有可能降息 或明年會降息 這是對的 所以當你美國不再深邪的時候 其實暗含的是美元 可能也走弱 所以你美債是漲 但美元是弱 這兩個你要怎麼懸衡 那日元是剛好另外一個極端 日本是 日本公債已經高到無可再高 日本公債可能會跌價 但日元可能會升值 所以這個時候你在美跟日 或是在亞洲貨幣之間 應該要做一個新的調整 而不是像過去一樣 我們看到哪邊一堆人在買 我們就趕快衝過去 那並不是很安全的做法 對 而且即便我們說 可能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不見得要投資嘛 就算這樣聽到 也會大概瞭解一下 日元可能接下來 在下半年的時候 是有機會升值的 也就是你可能再也見不到 0.21 0.22 0.23 就是對台幣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假設你是下半年 要出去玩的人 剛剛聽了主任 剛剛的這些建議 或許現在趁著日元 還相對來講比較便宜的時候 你可以分批慢慢的換 那這樣你下半年出國的時候 就不會面臨到說 萬一到時候日元漲上去的話 你的消費支出又往上增加了 一般民眾買美金跟人民幣 都是拿來做生意或投資用的 這是我最常聽到的 比如說我常常去外面演講 你會發現我們台灣西岸的 那些企業家最喜歡問美金 我們東岸的很喜歡問人民幣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有一次到台東演講 然後台下來了一堆什麼 跟進出口相關的那些廠商 然後來了一堆阿嬤 我說阿嬤你們做進出口 有 我們都重視加賣到大陸去 所以他們收的是人民幣 對他們來說 人民幣的聲別很重要 在西岸在我們的台中啊 高雄啊這邊可能是 做外銷收免金的比較多 但是日圓我常被人家問日圓 常是因為他要去玩 像我在台北商專教課 教了20年了 學生有一次問我說 老師你覺得日圓什麼時候是買點 我覺得這個同學優秀 然後我就跟他說 日本有安倍經濟學啦 什麼的那 他說老師你跟我講得好複雜 下禮拜我跟我媽去日本玩 我想換我萬塊日圓 可以嗎 你告訴我哪一天換就好 你跟我講那麼多我也聽不懂 我跟他說同學你這個不叫買點 你這個叫買一點 買一點不要問那麼多 買一點跟買一點 那種投資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以後要問 要問我們主持人的時候 麻煩問的是買點 不要問那個買一點說 我想買100塊美金要放多久 所以日圓當然你剛剛說的 日本最近你要分批嗎 其實他最近的價位 都差不多就是130左右 然後最近美元還 這兩天還是很強 因為美國有債務上限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日圓的走勢還是很弱的 那接下來等到美國 債務問題解決了 而美國已經確定不再生息了 這時候全世界應該 就會把眼光放在日本 我就看你什麼時候生 因為美國已經不會再生息了 接下來就是日圓的動作 所以下半年到時候 如果你現在手上有一些日圓 而且是便宜的日圓 到時候你花起來 也會比較愉快 就算你沒有拿去花掉 到時候把它換回來 你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意義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集